1983年严达有多厉害 看完这段真实录像就知道了 镜头中的女子被捕之前 为徐州同山区一家医院的护工 十年26岁 由于在家举办舞会 与多名男子发生关系 被群众的举报后 很快便以流氓行为被拘捕 此时的她被五花大绑 跪在公审大会的现场接受审判 她那种害怕和绝望的眼神 让人尤为同情 不由地为她的命运感到揪心 因为当时正是严打期间 被判定为死刑 女子上诉也被宣布驳回 女子听到这个结果 顿是垂头皱眉 内心十分崩溃 而对于自己还有什么一言没有 已经是语无论次 在那个年代 社会经济刚刚好转 很多新鲜的事物 也开始不断进入大家的生活 没想到自己的意识冲动 将自己的一生都给搭进去了 女子很快被罚警拉了出去 同时还有与其一起的几名同犯 几人均被五花大绑 接着便坐上了行刑车 前往罚场 不久 车队一行就来到了罚场 几位犯人被押解到指定位置 等待他们的则是末日 身为奇怪的则是 几人表现十分平静 没有毫苦打闹 耳闻目睹生命的消失 对我们来说 肯定会留下一声叹息 毕竟人性本就众生死 对我来说 我来说 好